中江九王爷欧斗事件在社交媒体疯传 更直指有游客被打伤,还有理事射击在内 北天宫理事会今天在甲冻国会议员林丽颖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 直指那些都是假新闻 在13号那一天我们北天宫九王爷出旋回来之后 有一个打斗的片段已经被他们放弃这个面子书上 他们写的里面所的内容已经是不一样了 变成有寻意我们北天宫的名义 他们说有什么拿什么武器有什么打游客 这全部都是他们在乱写的 根本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网络流传的影片中 可以看见身穿黄色及白色上衣的男子 手持仪式武器殴打另一个人 不过理事反驳 欧斗现场并没有出现任何武器 完全没有脑界 那个不是刀来的 那个不是刀来的 恐慌没有 没有刀啦 不过其他都没有刀 那个自围邦啊 他们叫自围邦 自围邦 没有脑刀啦 没有脑刀啦 涉及了第三方人士 不过理事们被问及事件来龙去脉时 皆异口同声的表示不清楚 那么在场有四五十个人在打斗 进医院的只有一位小孩子十四岁 在妈妈当那个跟我们 我们完全不知道 不关事 我身为这一期的国会议员 我们都是爱护和平和谐的 我们希望 这三匹人都能 接触我 让大家坐下来和平的姐姐